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923跌 所以开盘就重挫 那么在目前为止跌幅是持续扩大当中的 现在来说是超过了400点行情的跌幅 目前下跌475点来到了11,642点 那么在整个跌幅比较重的当中呢 包括是在电子股的重灾区 在关键的三网的部分带大家来掌握 是包括上在台积电的部分跌了也超过了两个百分点以上 跌了9块钱来到324块钱 那么关键的在稳盘帮工上是在大力光的部分 也跌了超过了两个百分点 目前是4865点 那当然在大家关心的红海当中 因为红海这次在大陆也是有设厂的 那么因为现在春节当中 大陆不少工厂是延后开工 在红海部分也跌了7块钱 现在来到了85.3块钱的报价 在三网的部分目前跌幅的部分都是蛮重的 在电子股部分当中 那当然呢比较稳盘的包括像是在口罩类股的部分来说 在今天呢可能也是受到口罩短缺的影响 它的这个相关的行情是比较稳的 那在这一波开盘当中 还有包括像是观光类 饭店类股的下跌的跌势也比较重 所以看得出来在利空的笼罩之下 台北股市在今天15年开红盘的第一天 这个行情就下沙 包括是期限货的部分通通是往下走跌 那么目前的最新报价依旧是下跌了479点 好像前来到11639点的部分 这个跌幅的部分呢是快逼近了四个百分点 今天可以说是开低走低 那么稍后呢看看观股的部分 有没有机会进场互盘 有没有机会让今天的指数稍微回稳 这是在后续今天要观察的重点当中 这是在今天台股开盘 先把时间还给主播 好 谢谢士芬 后续我们持续带大家关注 接下来还要带大家来看看的 就是这场武汉肺炎不单单全球发烧 影响到了台股 它也对中国的整个影视造成影响 我们把时间交给昆庆 它是这样子品化的重点 揹 根本就是这样子 谢谢观看